今天全台灣的天氣都相對的是比較穩定 而且溫度也很高 而在北台灣在下午的時候 像是在市區有下一小段的零星陣雨 但是這雨到了晚上也逐漸的緩和下來 總體的雨量並不是到特別的多 另外在中南部的山區 也有一些午後陣雨的發展 而今天溫度是高的 明天的天氣如何 我們帶大家來看 大致上來說 以北台灣 雖然溫度還會再持續的升高 不排除有可能出現 33到35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中南部地區 同樣的也會出現30度以上的高溫 而至於在降雨的部分 水氣依舊是很少的 各地的山區要注意有午後的鎮雨 我們先來關心溫度的部分 我們來看台北的溫度趨勢圖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禮拜五的時候 可能會達到這一週的高點 高溫有機會來到33度 但是到了禮拜六 東北季風伴隨著風面要南下 溫度一下子就會降個5度左右 所以台北的高溫會降到28度 而禮拜日的時候 還會再降一點點 但是到了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東北季風相對減弱的時候 溫度會微幅的上升 但是很快的到了禮拜二三的時候 下一波東北季風又要再度的南下 所以溫度又會再進一步的下降 但是在下一週的東北季風 其實老實說都不是到特別的強 所以中南部地區的高溫影響不到 各地高溫都還是有機會 在中南部來到30度以上 倒是要特別提醒的 是這早晚的溫差 會來的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家裡面有長輩的要提醒他注意溫差上面的變化 最後要來看到的是降雨 大致上來說 禮拜五還是少雨的 但是到了禮拜六 因為封面通過 所以北東地區的降雨機率會提高 尤其在北北基宜 不排除會來到局部大雨的降雨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 還是維持在山區的午後震雨 而到了禮拜日 禮拜一的時候 其實這水氣很明顯的就緩和下來 但是東北部一封面地區還是會下 只是相比於禮拜六少很多 而到了下禮拜三的時候 下一波的東北季風又要再度的南下 所以這時候前沿有一道類似封面的不穩定帶 又會通過北台灣 所以北東地區的降雨機率又會再度的提高 而至於大家關心在下週 是不是有可能有熱帶系統的發展 確實在下一週的末期 有一個熱帶系統 它有可能會相對的比較靠近菲律賓的東面 以及在台灣的東南邊 所以當它往北上或者是往西的過程當中 都會影響到台灣的天氣型態 只是目前AI模式還有傳統模式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分歧 有的認為往南海的方向來走 也有人認為 可能就是在台灣的東邊海面來北上 而這對於整個東南部地區的影響 相對就是多和少的區別 我們都會持續的 為大家來做這個颱風的追蹤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說明 我都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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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